台中市明道中学高中部学生李若芹,李宇祥和姚燕伦推动餐盒行动,二周收集1600个纸餐盒,并拿来制作餐盒小怪兽装置艺术,在校庆等校内大型活动摆放,激起学生环保意识,也感动学校师长,不但将餐盒行动纳入考题。 今年教师洁净师茶会采用可重复使用的环保餐盒,学校也计划将校内美食街餐厅全改用可重复使用餐具。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读物科主任洪东荣说,部分是受止餐具因内层使用塑胶材质淋膜耐热度不够,在高温高酸环境易容出速化剂,动物实验发现可能致癌,人体实验可能造成性扫熟。 女乳症等,高三学生理入词看到花莲女中在校庆租借可重复使用餐具, 与李宇祥和姚燕伦等人组餐和行动小组,发现高一高二学生午餐由校内美食街餐厅供应,餐厅因学生太多都先将午餐装在纸餐盒内贩售,一天约制造三千个纸餐盒垃圾。 他指出餐盒行动利用暑假客服号召学生收集用过餐盒,经逐一过水冲进量干,二周来共收集一千六百个,逐一排开很壮观,激起学生环保意识,行动小组也制作海报,鼓励学生自带环保餐盒,提前在第一节下课拿到校内美食街买午餐,吸引不少学生响应自带环保杯,环保餐盒。 高二学生李宇祥说,回收餐盒制作餐盒小怪兽装置艺术。 从昨天校庆开始拿出来用,整座小怪兽可以拆解,当垃圾量变少,就可拆掉一层餐盒的高度。 终极目标就是让餐盒小怪兽消失。台中市民道中学学生推动餐盒行动,在校庆摆放餐盒小怪兽装置艺术。 盼有一天餐盒小怪兽会消失不见,记者赵荣轩摄影,分享。 台中市民道中学学生李若瓷、佐喜、李宇祥等人推动餐盒行动,在校庆摆放餐盒小怪兽装置艺术。 盼有一天小怪兽消失不见,记者赵荣轩摄影,分享。 台中市民道中学学生推动餐盒行动,自治海报鼓励学生自带海保餐盒,健康美观又环保,图学生李若瓷提供,分享。 台中市民道中学学生推动餐盒行动,列入其众考考题,图学生李若瓷提供,分享。 台中市民道中学学生推动餐盒行动,在校庆摆放餐盒小怪兽装置艺术,盼有一天餐盒小怪兽会消失不见,记者赵荣轩摄影,分享。